说这老十七爷那天正好在大内皇宫值班 得知这父亲康熙去世以后啊 就赶紧呢往畅春园跑 到了西志门内大街的时候 就遇到了刚从畅春园回来的九门提督龙克多 这龙克多呀告诉他 说这四阿哥登上皇位了 这会儿的十七阿哥 脸色大变就像疯了一样 跑回了自己的府邸 您好我是昆仑刘师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场 这两天呢 可能咱们更新的有点不太及时 不过您得理解啊 他谁还没有点糟心的事啊 您看我也是一样 不过呢 作为我呀 负责给您说书讲故事的这么个人 一个自媒体博主呢 我呢就得克服这些 所以说呢 我是尽量给您及时的更新 咱们这故事啊接着讲 闲言少虚呀 咱们书归正传 今天呀 咱们继续说这轻功一案 咱们那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就是儿子和父亲的故事 不是说到这个雍正登基之谜了吗 那咱们该说什么了呢 本来我是想说说这康熙皇帝的那道遗诏 其实这稿子呀都已经写好了 可是啊 我迟迟的就没路 因为我爱的有个思想斗争 我觉得呢 咱们要是讲九子夺嫡 康熙皇帝这道遗诏啊 就应该大说特说 因为在众皇子夺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这道遗诏它肯定是很重要 不过咱们要是讲轻功一案呢 我想了想啊 如果说起遗诏来呀 它就算不上遗案 为什么呢 因为这篇康熙皇帝留下的遗诏啊 秧秧啊 也是一千七百多字 不过呢 这主要交代的问题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那句最关键的 雍秦王 皇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身销正宫 必能刻成大统 着激镇登基 即皇帝位 所以说这么一来呢 这道遗诏啊 那就是康熙皇帝本人的传位诏书 那么为什么我敢说 这康熙皇帝这道诏书里 并不存在遗案呢 因为这件事啊 是秃子脑袋上的狮子 他明摆着 这道遗诏 就是雍正皇帝 继承了皇位之后 和他的谋士一起写出来的 首先说啊 这国内现存的四道遗诏 没有遗诏啊 是康熙皇帝的亲笔写的 当然了 这遗诏的真迹啊 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 普通的老百姓 您哪个您也看不见 不过呢 在北京档案馆啊 有一个珍贵档案展 那里边啊 有一份康熙皇帝的传媒诏书 是复制的辽宁档案馆的 那份康熙传媒诏书 您想起吧 现在这科技啊 三地打印 连立体的都能一模一样的 仿出来 更别说仿制这么一篇行文了 所以说那份诏书啊 应该和辽宁档案馆呢 是一模一样 您看 康熙六十一年的十一月十三 康熙皇帝驾崩 畅春园 过了一天之后 这大型皇帝的子宫 被送回了紫禁城 紧接着呢 就是这北京城啊 长达六天的宵禁 也就是说这九门全壁啊 您看啊 这一天加上六天 也就是十一月二十 这遗诏才公布天下 那这些天 这雍正皇帝干嘛呢 那就是在憋着 怎么写这遗诏呢 那这会儿就有人就问了 那主播 你是不是认为 这雍正皇帝的皇位啊 来之不正 是篡位的呢 我可没这么说 并且呀 我是深信这康熙皇帝 就是要把皇位 传给这老四印针的 您看啊 这儿有一份啊 这道光皇帝 当年亲笔写下的传位诏书 这传位诏书啊 完全应该是这个格式 这皇帝呢 在传位诏书上写呀 把皇位传给谁 或者呢 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 写一下就完了 像这康熙皇帝的传位诏书 这样啊 一共一千七百多个字 有一千六百多废话 这种情况啊 它不大会发生 那么这方诏书呢 明显就是为了搬兴全国而写 是面子工程 并且啊 有以征试听的味道 这康熙皇帝真正的传位诏书啊 或者是向道光皇帝留下的那封 就是短短两行字 或者干脆啊 这皇帝的传位诏书啊 那就是口述的 所以我认为啊 这康熙皇帝手下的幕僚 起草这篇诏书 那是完全合理的 这也就是我 为什么觉得这遗诏啊 它没有悬念的原因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康熙皇帝写的嘛 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系列里啊 就不再讨论这个遗诏真伟的问题了 在咱们这个系列故事的结尾啊 我要给您说一个小故事 这也是我呀 在雍正登基这个遗案当中啊 唯一琢磨不透的一点 也就是我作为一个说书人 认为啊 雍正登基这件事情里边 唯一的一个自己没搞明白 是疑团的问题 您看啊 雍正皇帝在他自己写的大义绝密录里啊 是这么说的 朕位置畅春元之先 皇考命成亲王云旨 纯亲王云右 阿琪纳 塞斯黑 这俩人啊 您都知道 一个是八一允四 一个是九爷允堂 允额 公 允陶 遗亲王允祥 原任李帆院尚书 龙克托至御踏前 御曰 皇四子 人品贵重 深宵镇宫 必能克成大统 卓济镇 济皇帝位 当然了 我们前番就交代过了 这屋子里啊 肯定还有其他人 不过呢 他认为这些人啊 是最重要的 一共几位啊 加上大臣龙哥多呀 一共是八位 这里边他没毛病 可是啊 您往后听 毛病来了 他下边接着又说了 紧跟着他就说呀 这横亲王云旗 因为冬至的原因呢 去孝东陵行礼 位在京师 庄亲王云路 裹亲王云礼 背了云吾 背子云衣 聚在寝宫外 事后 他的意思是说呀 当时在这个清晰书屋外 跪着的 还有另外几位皇子 这其中就包括 那些喜欢甄嬛传的好朋友 所熟知的那位 国亲王云礼 那有人说 这有毛病吗 哎 在这个文字上这么看啊 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不过呀 后来的学者 在众多的皇宫档案当中啊 找到了一封 当年龙可多 给雍正皇帝的密折 这上边写的几句话呀 就让人搞不明白了 这封密折上面啊 是这么写的 圣祖皇帝冰天之日 臣先回京城 裹亲王云礼 在内值班 闻大事出 与臣遇西之门大街 告以皇上赵登大位之言 国亲王神色乖张 有泪疯狂 闻其奔回底 并未在宫 迎驾伺候 那么说 这奏折上 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说呀 在康熙驾帮那天晚上 这十七阿哥印礼 咱们在这儿啊 就得说是印礼了 大义绝密路当中啊 称呼这老十七为云礼 那是有道理的 因为那是雍正皇帝的回忆 那会儿呢 这印礼啊 已经为了避皇上会 改名云礼了 那咱们在这儿讲故事 在那天的时候 这十七爷呀 还应该叫做印礼呢 说这老十七爷 那天正好在大内皇宫值班 得知这父亲康熙去世以后啊 就赶紧呢 往畅春园跑 到了西志门那大街的时候 就遇到了 刚从畅春园回来的 九门提督龙克多 这龙克多呀 告诉他 说这四阿哥登上皇位了 这会儿的十七阿哥 脸色大变 就像疯了一样 跑回了自己的府邸 并没有在宫门口去迎接雍正皇帝 咱们在这儿啊 先不讨论这十七爷 为什么听到四阿哥印针登基 做了皇帝这么的惊慌失措 这问题在哪儿啊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 刚才在大一绝密录里 这云里当时啊 就在畅春园的清晰书屋外 跪着呢吗 怎么这么一会儿 又跑到大内去当职了呢 龙克多的这封密折 收录在雍正朝重要的历史文献 《尚遇八旗》当中 所以说这封奏折存在的真实性啊 那应该是可靠的 那么我们就得分析分析 这雍正皇帝的大义绝密录 说了瞎话 还是这道奏折有什么问题 有人说 这雍正皇帝写的大义绝密录里啊 全是瞎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雍正八年 雍正皇帝写这个大义绝密录的时候 能指证他这个大义绝密录 真实性的这些当事人呢 不是已经死了 就是已经被他收买了 总之啊都失去了话语权 不过呢 这也只是啊 后人依当时的情况 推断而已 咱们再分析分析这封密录啊 这里边的漏洞可就多了事了 那么咱们先说 这封奏折应该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这封奏折当中啊 称呼云里为果亲王 咱们要知道啊 这雍正六年的二月初五 这云里啊 才被进封为 和术果亲王 这龙格多是什么时候死的呢 这龙格多呀 是雍正六年 也就是一七二十八年的六月死的 在死之前的一年多以前呢 就已经被幽禁起来了 也就是说这封密录呀 只有在雍正六年的二月以后 六月之前写才是合情合理的 写早了呀 这老十七那会儿还不是果亲王呢 写晚了呀 这龙格多已经死了 那么在幽禁当中的龙格多 给皇上写着密封奏折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呀 一直琢磨不透的 这奏折当中啊 我们明显能读出这个味道 果亲王听到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啊 感觉很慌张 难道他是八爷党吗 哎那肯定不是 您就看呢 这雍正继位以后 如此的重用老时机 您也知道这老十七 肯定不是印丝一党 所以说呀 您在座各位 谁要能读懂这件事情啊 您也留言区告诉告诉我 让我也明白明白 好解除一下我心中的疑惑 得嘞今儿就到这 咱们明天接着往下开心书 拜拜